各位觀眾朋友晚安 我是黃明明 歡迎收看今天三月二號的新聞 全球化 首先要帶您關心 中國方面 無預警暫停 臺灣鳳梨進口之後 有執政黨立委建議政府 向世界貿易組織 WTO申訴 行政院長蘇貞昌今天表示 相關的程序都會走 但是有學者分析 走訴訟 這條路緩不及及 而且恐怕會加劇兩岸的緊張關係 最好還是透過兩岸協商 來處理 中國平面宣布 三月起禁止臺灣鳳梨進口 蘇貞昌上午在立院表示 呼籲國人支持國產水果 國營事業也會加強開發 鳳梨加工食品 面對兩岸貿易爭端 臺灣是否向WTO提告中國 經濟部長王美花表示 還要透過經貿談判代表辦公室 召集討論 農委會也在盡力交涉中 有沒有需要去WTO提告 談判代表辦公室 會邀請相關的主管機關去討論 現在農委會還在溝通嗎 WTO仲裁時間長 最快也要一年半才有結果 恐怕對農民的衝擊 緩不濟極 而且走向國際仲裁 恐怕也會加劇兩岸緊張關係 走WTO法律途徑 確實是臺灣一個可行的管道 而且看起來這個勝算很高 可能沒有辦法提供一個很有效的解決方法 原因就在於說 WTO的這個訴訟程序很長 最快最快也要一年半左右 才會有一個結果 兩岸協商是現在最重要的一步 學者認為向WTO提告 應作為最後手段 當務之急先朝鮮兩岸協商機制 增加談判籌碼 此外 臺灣農產品外銷 也應持續拓展新市場 陸委會主委邱泰三指出 兩岸對檢疫問題 有合作協商機制 上週農委會也已透過此機制 向對岸提出賦議 記者社群網的新陳商委台北報導 珍愛藻礁公投連數 昨天的統計數量 已經突破三十一萬份 估計本週可以跨越 三十五萬份的安全門檻 而公投小組表示 將會收件到三月十號 希望能夠達到五十萬份的目標 一箱一箱信件成堆 志工拆封和整理的雙手 完全停不下來 藻礁公投一提升溫 明天的連數數量不斷攀升 公投小組在二二八廉假之後 收到二十四箱掛號信和兩箱包裹 讓盤點人力吃緊 那現場志工依然很開心 這是我們有史以來 收過最多的郵件量 我們上次收到十六箱 我們就拆了一天多才拆完 那我們預計 今天應該也要拆兩天 才可以把整個郵件都消化完 早朝公投第二階段連數 更開始回想並不大 但二二八廉假之後 累計超過了三十一萬份 渴望在二號突破三十五萬份的 安全門檻 志工希望在截止日之前 連可以衝破四十五萬以上 有本土社團出面力挺 同時也呼籲 不要把公投議題操作成政黨惡鬥 執政黨也不要放任支持者 的攻擊環團 不要再有公投恐懼症 去面對這些我們當初自己去爭取而來的公投 決議民進黨可以直求去來對決這個公投的議題 不要再飄閃躲 公投是民意的展現 我們非常重視也尊重這也是臺灣各種民意的多元社會可貴的現象 行政院長蘇貞昌再度表態會重視民意 同時也重申保護藻礁也要維持供電穩定 至於藻礁所在地桃園市長認為燦澤說 在2015年停建核四居後 當時的經濟部長有拜訪桃園 希望可以推動大潭電廠擴建和中油三接 他當時強調要完成環瓶兼顧生態保育核能源開發 這案子已經完成環瓶 那也縮小了面積從232公頃 縮小到23公頃的陸域的面積 那我想環保團體有一些不同看法 那我們希望經濟部中油台電 都需要把更多的這個資料要說明清楚 周文燦指出關心藻礁保護區的富裕良好 他談去將近四公里的海岸線 要等生態調查結束 再決定適當的保護策略 這台北桃園綜合報導 在各界期盼聲中 COVAX平台分配給臺灣的20萬劑AZ疫苗 卻一直沒有到貨 這央疫情指揮中心今天表示 目前已經收到COVAX疫苗的 都是需要援助的非洲國家 但是COVAX有向臺灣承諾 在五月底之前會提供一定數量的AZ疫苗 第二劑結束前完成交貨 我國透過新冠疫苗全球取得機制 COVAX分配到的首批20萬劑牛津AZ疫苗 原定上個月底來臺 至今尚未到貨 疫情指揮中心表示 上個月底收到COVAX分配到AZ疫苗的 都是需要被援助的非洲國家 貨源來自印度廠 而臺灣採購的是韓國廠疫苗 目前還沒有消息 另外國際間旅傳AZ疫苗對65歲以上長者保護力不佳 不過英國最新研究指出雖然AZ臨床實驗保護力只有七成左右 不及德國BNT疫苗的95% 卻更能有效降低70歲以上長者入院的風險 AZ疫苗在65歲以上長者的研究其實是比較少 目前也沒有全面公布 有些還在臨床試驗當中 不過現在有觀察到的現象是 AZ疫苗在長者似乎也可以減少死亡 對此國內專家持保留態度認為AZ疫苗還需更多臨床實證 但事實上世界各國對於長者接種AZ疫苗也不同調 英國不限制長者施打 可是加拿大卻不建議65歲以上民眾施打 法國已經開放65到74歲長者施打 莊仁祥強調國內仍然維持18歲以上都可以接種AZ疫苗 會持續觀察國際間研究結果做滾動式檢討 至於疫苗到貨時間按照合約 COVAX在五月底前要提供台灣一定數量的AZ疫苗 COVAX在五月底前要提供台灣一定數量的AZ疫苗 預計在第二季前完成交貨 各國嚴防新冠病毒在入境的時候 就會要求做檢驗 而中國除了一般常見的檢驗方式之外 還對部分入境者採用獨有的肛門試子檢測 讓許多外國人難以接受 日本政府已經正式向中國提出要求 希望不要對日本人實施肛篩 以免造成心理上的痛苦 在各國陸續開始施打新冠疫苗同時 各國對於入境檢驗依舊沒有放鬆 但現在傳出有部分前往中國工作的日本人 跟美國人 卻在入境時被要求以肛門試子的方式篩檢 無法接受的日本民眾向日本駐北京大使館投訴 日本官方長官加藤信彥表示 目前只有中國會對入境者進行鋼門檢測 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王文斌表示 中國會根據疫情的變化 按照法律跟科學的方式 調整防疫措施 對日本的要求 只表示要向相關的主管單位詢問 而外媒報導 除了日本 還有美國跟南韓的入境者 也被要求肛門裁檢 但中國外交部卻否認這種情況 據我所知 我向我們的同事進行了核實 中方從未要求美國駐華外交人員 進行鋼試子檢測 目前美國國務院已經為此向中國提出抗議 表示要依照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 跟其他國際法規 維護美國外交人員跟家屬的尊嚴 而南韓則是有民眾 雖然在大使館的協助下 免於肛門篩檢 但是卻要提供糞便的樣本 來進行檢測 事實上全球的新冠肺炎 確診病例 在各國陸續開打疫苗之後 明顯下降 沒有想到上個禮拜的數字 又出現回升 是過去七週以來首見 世界衛生組織 WHO秘書長譚德塞 呼籲各國不能夠因為打了疫苗 就鬆懈了防備 新冠肺炎全球病例數上週 出現回升 使過去七週以來首見 顯示疫情有回溫跡象 世界衛生組織認為 這跟民眾防疫疲乏 和變種病毒擴散有關 秘書長譚德塞呼籲各國 不要因為接種疫苗 就卸下心防 另外 世衛組織公佈一項數據 指出目前全球只有不到一成的人口 身上有新冠病毒的抗體 彭博社推估 照目前速度要達到群體免疫 恐怕得花上五年時間 至於首批全球疫苗取得機制 COVAX的疫苗已經展開配送 為在非洲的加納總統率先接種 成為第一人 加納總統與第一夫人接種全程實況轉播 目的就是要讓全民放心 這也是COVAX啟動之後 時隔八個月送出的第一批疫苗 總計六十萬劑的AZ疫苗 預計對前線的醫療人員 和高風險族群展開接種 一間國際諮詢公司近期針對六大工業國 展開疫苗好感度調查 未居第一的是英國 約有九成的民眾有意願接種疫苗 其次是瑞典 有百分之七十六受訪者表示願意施打 至於接種疫苑墊底的是法國 僅有百分之五十九的人有意願 不過整體而言 受訪者對疫苗好感度比去年九月相比 高出四成 公司新聞網本編譯 傳染病令人心生排斥 但是過度的恐懼也引發許多悲劇 有一艘載著將近九百頭牛 由西班牙開往土耳其的牲口船 因為健康文件出了問題 被認為有藍蛇病的疑慮 結果遭到各方拒收 在海上漂流長達兩個多月 而受盡折磨的牛隻已經有部分死亡 其他八百多隻也因為無法再被運輸 全部都要被安樂死 流浪地中海兩個多月的牲口船 卡林阿拉號2月26號 終於回到出發地 西班牙卡塔赫納港 西班牙獸醫卻建議將船上 幸存的八百六十四頭牛 直接忍到毀滅 因為他們飽受長期運送之苦 有些已經生病 不適合再出口到歐盟以外 也不該留在歐盟 最好的處理方式就是安樂死 港邊一整排大貨櫃陸續被送上船隻 為大撲殺做準備 卡林阿拉號去年十二月出發 原定前往土耳其 但土國認為相關健康文件 不符合藍蛇病防治準則 而拒絕入境 讓船上的牲口變成了燙手山芋 藍蛇病是一種昆蟲傳播的病毒造成 會讓牛 羊等反芻類動物 跛腳或出血不會傳給人類 其他國家也擔心疫情 不但沒有買主願意接受 有的甚至拒絕卡林阿拉號靠岸補給 導致牛隻缺乏糧草 只能喝水 兩個多月待在擁擠的獸籃裡 無法走動 已經有二三十隻中途死亡 被切碎丟進了大海 動保人士痛批 船上處境猶如地獄 而西班牙獸醫的報告中 卻連他們到底是否罹患藍蛇病 都沒有說明 傳方的律師則表示 牛隻多數是得到皮膚病 關節炎等可以治療恢復的毛病 八百多個活生生的性命遭受浩劫 讓人痛心疾首 動保團體與部分歐洲議會成員 幾乎禁止活生處出口 或制定更符合人道的運輸規範 不能讓這樣野蠻無道的慘劇 在此發生 公日新聞是會中編譯 我們曾經報導亞美尼亞去年 在雙亞大戰當中落敗 把爭議土地交給了亞塞拜然 之後國內政局便陷入動盪 而總理在上個禮拜指控軍方 企圖發動政變 先出手把總參謀長隔職 結果讓反對他的群眾忍無可忍 走上街頭抗議 但是總理不甘示弱 也號召自己的支持者站出來 兩派人馬互別苗頭 亞美尼亞首都耶爾凡的共和廣場上 萬頭鑽洞 到了晚間 人人拿出手機 現場星光閃爍照亮夜空 場面十分壯觀 稍早這些群眾 是在總理怕新陽的號召下 走上街頭 人數估計有兩萬人 一群眾抗爭起家 二零一八年贏得大選上台的帕新陽 在去年九月爆發的雙亞大戰中 節節百退 雙方激戰六州造成超過六千人喪命 最後在俄羅斯調停下 亞美尼亞同意將有領土爭議的納卡地區 拱手讓給亞塞拜然 而在聽火協議簽署後 亞美尼亞隨即陷入動盪 反對群眾不時發起抗爭 要將他們口中喪權辱國的帕新陽趕下台 後來連軍方也和總理槓上 上個星期副總參謀長遭帕新陽隔職 總參謀長隨即跳出來逼宮 帕新陽則反咬軍方意圖政變 進一步將總參謀長也解職 但總統拒絕批准 為了鞏固領導地位 帕新陽決定重返街頭 和反對勢力向抗衡 而在同一天 數以千奇的群眾也聚集在國會大樓外 持續將帕新陽施壓 帕新陽目前雖然拒絕下台 但已經有所上步 同意在十月就新縣舉行公投 也不排除提早舉行大選 帕新陽目前雖然拒絕下台 但已經有所上步 同意在十月就新縣舉行公投 也不排除提早舉行大選 也看亞美尼亞情勢升高 國際間紛紛呼籲各方客制 美國也警告亞美尼亞居方 不要干預整治 公視新聞在惠敏編譯 數位時代改變了我們對物品價值的想像 有一件以十秒鐘影片呈現的藝術作品 因為使用區塊鏈作為數位簽名 認證它是獨一無二的真品 就在短短五個月之內 價格飆漲百倍 逼近了新台幣兩億元 但是有專家警告 這類不可替代代幣 NFT近期所掀起的熱潮 也隨時有可能泡沫化 一座像是川普的巨大雕像 倒在草地上 身上蓋滿標語 路人若無其事地走過 這支十秒鐘的影片 是數位藝術家Beeple的作品 十字路口 去年十月被邁阿密藝術 收藏家帕布羅 以將近六萬七千美元 相當一百八十六萬台幣的價格 買下 上週他以六百六十萬美元 約台幣一億八千三百五十萬元的 高價轉手賣出 為什麼這件作品這麼搶手 原因在他使用區塊鏈鑑定認證 以區塊鏈作為數位簽名 確認作品的擁有者及真實性 進而認證為獨一無二的物品 這類新型數位資產 也被稱為不可替代代幣NFT 相反的可替代的資產 則像是美元 股票或是金條 除了藝術作品 NFT的應用 還包括球卡和虛擬土地等 NBA也推出區塊鏈 收藏平台NBA Top Shot 讓球迷可以收藏球星 在生涯中的精彩時刻 平台推出五個月就吸引超過十萬買家 總銷售額逼近二點五億美元 藝術品拍賣公司加世德也搭上熱潮 首度拍賣一件只以NFT形式存在的數位藝術品 有五千張照片拼貼而成的作品 目前已經喊價高達三百萬美元 不過投資人也警告大批熱錢投入NFT市場 代表可能出現價格泡沫 一旦巧作消退就有可能面臨重大損失 公視新聞林向如編譯 在現在熱錢到處流竄的世界 同樣也必須提高警覺的是比特幣 面對比特幣價位標迫了五萬美金 央行再度警告投資人 比特幣的持有者高度集中 價格容易受到人為炒作 屬於高風險的虛擬商品 投入時務必小心謹慎 輕輕觸碰ATM的螢幕 再將交易錢包的QR Code進行掃描 接著存入現鈔 就能開始比特幣的交易 國外尤其是歐美有些機構公司 他們開始在進場比特幣 他們把它視為一個不錯的投資商品 價格進揚非常多 所以民眾就會一窩蜂的跟著一起買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 日本人鐘本聰創造出一種加密 貨幣比特幣希望用來保值對抗通膨 而比特幣是一種不依賴中央銀行 或政府監管的加密貨幣 靠的是區塊鏈技術 它必須依賴電腦挖礦機 大約每十分鐘會由城市碼 執行新比特幣的發行 2009年1月3號最初的價格 是13.36美元 2013年11月29號飆到1124美元 2017年5月首次突破15000美元 12月26號更來到歷史高點 一萬9650元 但18年就遇到幣價泡沫 一路跌到僅剩3000多美元 去年在新冠疫情下 各國央行答應鈔票 比特幣又成為市場的焦點 突破兩萬美元 今年2月特斯拉宣布砸15億美元 投資比特幣後 日前比特幣的價格一舉突破 五萬美元大關 創下歷史新高 目前價格仍維持在高檔 約四萬八千美元上下震盪 特朗普跟拜登大量發行貨幣以後 他們覺得美元並不是那麼安全 尤其是在過去從2020年的3月以後 一直到現在 美國經濟的狀況並不是非常好 大家就要另外再找一個 有想像空間的貨幣 所以比特幣就會這樣來 事實上央行總裁楊金龍 在過去就曾強調 虛擬通貨充其量只是加密資產 而非貨幣無法取代法定的貨幣 而比特幣的暴漲暴跌 價格波動幅度大 央行在臉書示警 比特幣屬於高風險的虛擬商品 其供給量固定 持有者高度集中 價格容易受到人為炒作 呼籲國人若遇持有 應謹慎為上 記者委陳立峰推報導 台灣外交的正面消息是 美國兩位共和黨眾議員 蒂芬妮和裴莉 上週提出決議案 呼籲美國政府終結過時的一中政策 改承認台灣是獨立的國家 並且恢復正式邦交 而事實上蒂芬妮在去年九月 就曾經提出過類似的案子 但是並沒有排入議程 而這一次如果決議案 如果能夠在這個國會兩院通過的話 也將不會遞交給美國總統簽署 所以並不具有法律效力 但使他代表美國國會的立場 面對立委追問美國總統拜登 有沒有比照前總統川普上任後 和總統蔡英文通過電話 外交部長吳釗憲坦言沒有 但美國國會部門跟行政部門 對台灣支持的程度不一 行政部門不斷跟我方強調 美國對台支持 堅落磐石 態度沒有改變過 美國國會共和黨眾議員 蒂芬林和裴莉二十六號 則提出決議案 要求美方終結過時的一中政策 承認台灣為獨立國家 非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一部分 決議案也要求美方支持台灣國際參與 並啟動美台洽簽自由貿易協定 外交部表達誠摯感謝 另外不只美國 歐洲也有一股強大的友台力量 多位成員錄製影片表達祝賀跟支持 橫跨歐洲議會 及歐洲十三國國會的挺臺重量級 福爾摩沙俱樂部的推特帳號 一號正式上線 將成為台灣跟世界聯繫的重要平臺 吳釗介則感謝來自歐洲的重要友台力量 顯示台灣的國際貢獻得到認可 記者 日本首相菅義偉最近真的非常忙 而且不是什麼有建設性的事情 而是忙得到處滅火 尤其最近這場爭議 跟他自己的兒子有關 所以顯得特別的尷尬 到底會延燒到什麼樣的一個程度呢 我們今天就請賀四勝老師 為大家來分析一下 賀老師你看這個菅義偉的兒子 惹出的風波 到底踩到了哪些嚴重的紅線 導致這麼強大的政治後座力 事實上那菅義偉的兒子 在日本的媒體裡面 也不是很多人知道他兒子 蠻低調的 查不到資料 對 因為如果說 我們在這個新聞事件之前去查 這個日本的一些資料 非常少提到他兒子 那甚至於在這個維基百科上面 如果你要去查 可以看到這個內容 大概是最近才放上去 因為這樣的一個新聞事件 才補上非常簡短的一個有關 他兒子一個介紹 所以他兒子向來就是在民間節 雖然做的是跟傳播有關 他是在這個一家這個媒體 衛星廣播 是一個衛星廣播 那是一個小媒體 那日本這樣的小媒體 也非常的多 那所以這個就是說 這件事情其實會被弄出來 一年多前的事 對 事由心裡 那是在前年的十一月 而且也不是他爸爸 在這個首相的任內 那時候他還是官房長官 而且這個就是說 被這個點名的 就是接受招待的三田 那時候也在總務省裡面 那是安倍內閣 他當那時候的一個 等於是一個這個協調官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他認為這件事情應該這個 不會燒到他自己身上 那而且那時候 他也這個講 就是說兒子大了 對不對 那他現在要做什麼事情 也不用跟我報告 我也沒有在管他做什麼 所以這個他向來認為說 這件事情很單純 就是他兒子公司的一件事情 而且那個時候 其實三田也不在現在的內閣的 這個位置裡面 那所以他他當時這個認為 就是說那三田自己出來道歉 而且也這個把六成的薪水交出來 等於是罰諷 那這件事情應該就可以了 這做法是蠻特殊的 日本特有 不過就是說現在基本上 因為這個 因為這件事情在在野黨 這個並沒有放過他 然後不斷的一個 而且就是說 但是當然了 菅義偉一開始小看了這個事情 可能後續的一個發展 那他有沒有考慮到說 之所以會爆出來 其實背後可能有什麼藏進人 當然我覺得這件事情 這個一定是裡面的人才知道 因為這個是非常內部的事情 日本政壇 對 日本政壇裡面的人 而且就是說事實上 在這樣的一種這個 就是說等於是這個業者 跟這個官僚吃飯 但是事情可大可小 因為有時候他 事實上那個 這三田那個時候 他在接受釣勺的時候 他也說 他說我在吃這個飯局的時候 我也沒有意識到說 這裡面有現在首相的兒子 當時他不是首相的兒子 他只不過是那個官房長的兒子 所以他說 不是因為監證剛要來 然後我就很當一回事 來出席這個 而且他說這個 這個事實上就是一個 非常一般的飯局 他說我們經常在 在在我們業務裡面 我們要跟業者之間 有一些這個等於是 就是有一些溝通 他說這當時 我們也沒有講什麼特別重要的事情 他是做這樣的一個 換言之他這裡面 他第一個要把這樣的一個 這個參會的敏感性 把它降低 而且就是這有一點 也是畫了一個防火象 你的意思說在日本的話 就是商界人士跟政界人士 請客吃飯是很常見的一個事情 但是作為一個公務員 就是政府官員 讓對方付錢 這樣是不是可能有一個疑似賄 這樣子 當然有啊 對啊 當然這個從法律上來看 這個當然是有問題 而且他吃得很好 他吃的那頓飯 好像這個折合臺幣 將近一萬八千塊 他自己一個人 就吃了一萬八千 對 就是一個人 而且他吃的是和牛 加上高級海鮮 就是很高級的海陸大餐 所以給民眾觀感非常之不好 當然那個一般的日本的老百姓 不會吃那麼高檔 像這個可能我們臺灣的觀眾 會認為說 日本的東西本來就很貴 餐廳很貴 對不對 那一萬八千多塊 或許在日本是 一般也沒高貴到這個程度 沒有太高貴 錯 這個 實際上我們在日本的話 大概一萬出頭日幣 你就可以吃得非常非常好 像那個培海盜的大螃蟹 對不對 那事實上就是說 這種一頓吃掉 對 這個七萬多日幣 的這樣的一頓飯 那這顯然這個已經超過一般的 跟這個業者做這種 這種等於是Social的 這樣的一個界線 換言之如果你約在這個一般的 比方 UCC咖啡 或星巴克咖啡 那我想不會有人找你 沒有 而且如果是他請業者的話 可能也沒有這麼嚴重 不過無論如何就是你這個把柄被人家抓到 就是可大可小嘛 那您覺得就是說爆出這個事情的人 他的目標是要把菅義偉拉下臺嗎 當然日本現在他們 因為菅義偉的民調很低 所以這個有人也在講 就是說今年他要不要這個等於是連任 而且什麼時候該解散這個日本的國會要大選 那當然這裡面這個想要自在下一次的 這樣的一個首相寶座的人 那也蠢蠢欲動 那所以這個就是說 這裡面到底有沒有什麼樣的一種陰謀論 因為這件事情 其實突然爆出來 而且是隔了那麼久 大概一年半了嘛 對不對 才爆出來 這個確實是事有其叫 但是選在這個菅義偉 現在氣勢比較弱了 氣勢正弱的這個時候 那這個所以而且至於說 現在這也是自民黨要決定 就是說要不要這個棄居保帥 因為你的民調大概就是在危險水域 那如果如果這件事情 你又處理不好的話 那很顯然這可能可以變成是 把你壓垮的最後一根稻草 OK OK 好 這個菅義偉 除了這件事情之外 他明天其實可能還會面對一個 這個外交的事件 也就是南韓總統文在寅 向他遞出了橄欖枝 我們知道日韓兩國 這幾年的關係 真的是非常的緊繃 但是這個文在寅他昨天說 這個東京奧運可以成為北韓跟美日 還有南韓對話 就是這個四方對話的一個契機 那這個南韓媒體就分析說 這是他上任四年多以來 首度釋放出這麼強烈的和解訊息 你覺得有這麼樂觀嗎 當然他在昨天的三一節 三一節是南韓的一個很重要的 而且是蠻特別的一個節日 就是在在南韓的這個五個 跟他們建國有關的這個紀念日之一 那三一節當然那時候是日病朝鮮之後 然後當時的高中 在這個一月的時候駕崩 駕崩的話 那這個韓國人始終認為他的死因不尋常 他是被這個日本給毒死的 有這個歷史仇恨非常強 所以南韓人基本上整個韓國人都很恨 都很恨日本人 那所以而且特別三一 三一節的話 基本上就是在那個之後 然後這個當時的朝鮮人所掀起的一個 反日的這樣的一個運動紀念日 所以三一節向來在南韓 會有一些這個反日的一個活動 不過在昨天的三一節裡面 這個文在寅總統卻這個逆向操作 他利用這個就是看來是要反日的這樣的節日 但是拋出對日本的一個感染枝 而且他這個感染枝 為什麼態度突然變了不久之前還非常強硬 當然這個日本的媒體 在他分析背後的一個原因 他們認為說 這裡面應該是跟這個拜登總統有關 因為在這個拜登總統當然希望整個這個美日跟美韓同盟 中間的日韓的這條線能夠從前拉起來 那所以其實這個拜登很很希望 他們雙邊關係的改善 而且大家都是盟友不能吵架 而且在過去我們看 這個這個韓國人也跟我抱怨過 就是說每次日韓吵架的時候 然後對 他說美國會當核四老對不對 那不過他說美國當核四老沒有很可能 包括歐巴馬的時候 他說當核四老的時候 他總是給韓國比較大的壓力 所以從現在看起來的話 好像也是一樣 因為菅義偉他不動如山 對不對 而且這個日本還很這個 就是說這個批評這個南海一件事情 他說你光嘴巴講沒有用 因為問題的癥結 你沒有講怎麼處理 就是曾用功跟這個 慰安婦的這件事情 對不對 而且他說事實上日韓的關係 如果是從每個同盟來看 這當然是一個現實的問題 可是他說韓國經常糾結在歷史 而且他說你在這個日韓關係裡面 你只講兩個字 一個是歷史歷史 一個是講未來 未來 他說這個事實上都畫錯重點 他說重點是在現在啊 對不對 然後換言之就是說你沒有講出現在 你要怎麼處理這兩件事情之前 那基本上日本是不會 這個在這個日韓關係上面 等於是向改善的方面 再來這個 不過文在寅這個 今天表達了善意了嘛 他等於也向拜登有了一個交代了嘛 那日本政府要怎麼回應 怎麼不能裝作沒聽到 我覺得這個拜登 事實上也要兩邊都要這個做點事情 就是說你不能只有一些這個壓力 在韓國的身上 那當然你可能大小比重會不一樣 因為以前歐巴馬也這麼幹嘛 但是你一定一個要壓一個要拉 那才有辦法讓這件事情成 那不過就是說這個 現在基本上 南韓跟這個美國的關係 事實上也有點問題 因為拜登基本上 對於這個跟北韓之間和解 不那麼急 可是這個文在寅總統 因為他任期真的剩下已經不多了 他很想在北韓問題上面 能夠有所建樹 所以他也希望就是說 真的在對北關係上面 你拜 你拜登能夠幫忙 可是目前來看的話 拜登似乎也沒有回應這個問題 而且以這個東京奧運 這個場合來看 適合把這個朝鮮半島的問題 拉到這邊嗎 我覺得運動就歸於 現在事實上這個 我認為這個事情 我覺得北京也不太會希望 就是說這樣的一個奧運 運動的賽事去扯上太多的國際政治 因為北京事實上自己現在也很怕 明年的這個北京奧運 可不可以正常的舉辦 他可能不是因為疫情 而是因為人家 因為你的人權問題 對不對 因為新疆的問題 因為香港問題 甚至因為臺灣的問題 而在這個北京奧運上面 有越來越多的人在提出來 要不要抵制你 所以他認為他在北京來講的話 這件事情最好單純化 運動就歸運動 我們好好的把東京奧運辦完 那不要牽扯到其他的 OK 好 非常謝謝何老師 今天的分析 接下來是跟環保有關的新聞 在澳洲有八名關心氣候暖化的青少年 帶頭向法院提起集體訴訟 要求環境部長拒絕批准一項煤礦擴建的計畫 八名不到十八歲的澳洲青少年 星期二來到墨爾本街頭示威 並且向聯邦法院提起集體訴訟 要求環境部長拒絕新南威爾斯 一束煤礦的擴建計畫 提告學生指出 這束煤礦的開採 將製造三點七億噸的碳排放 將使氣候變遷更形惡化 帶來更多的環境災難 進而衝擊年輕人的未來 86歲的亞瑟修女是這群學生的法定監護人 他認為孩子們勇於採取行動 對抗暖化已經為大人立下好榜樣 澳洲是全球碳排量最高的國家之一 近來當地飽受氣候異常之苦 乾旱以野火頻傳 提告的孩子們認為 減少煤礦開採 將可以有效降低氣候變遷的衝擊 這項有青少年發起的訴訟 在澳洲堪稱史無前例 也將提醒大人們不要禍言子孫 公視新聞曾惠敏編譯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聞全球話 我是黃明明 謝謝您的收看 我明天晚間十一點鐘再會 我的館